南琴李将军 李广是汉朝时候 一个很有名的大将军 他不但武艺高强有勇有谋 而且十分爱护自己的士兵 他无论每次得到上头什么奖赏 都一定要和士兵评分 所以他虽然做了四十多年的官 但还是两袖清风 家里也没有钱和家产 李广带兵打仗的时候 能够和士兵一起同甘苦共还眼 遇到食水不够或者是粮食不够的时候 只要队伍里面有一个士兵 没喝到水吃到饭 这个领队的将军就坚决不肯喝水吃东西了 所以他在军队里面好得人心 大家对他都很敬重 这位李将军 这位李将军还是一位射箭的能手 他为了练好射箭 花了很多心机和很多年的功夫 他时时练习 每天跟人比赛射箭 所以他从来都战无虚发 一定命中目标 于是大家都说他是神战手 背逢打仗的时候 李将军的战就更加威力大了 他很会掌握时机发展 比如敌人不走近身边几十步之内 他不发展 瞄不准的时候 他亦不发展 他的战真真正正是做到 战战到肉八发百种 敌人一听到李将军的名字 个个胆都寒了 李将军真是够威力的 谁知道有一次 李将军带着士兵和匈奴打仗的时候 由于匈奴兵人多马葬 汉军就打了败仗 你回连李广都度了俘虏 匈奴王曾经下过命令 说到明如果捉到李广的 一定不准伤害他 还要将他生生猛猛送回去 匈奴王 谁知那时候李广 刚刚有病又受了伤 混混迷迷地连路都不懂得走 空奴的骑兵就只好用条线 临时击击大网兜 绑在两匹马的中间 他们将李广整个人抬到网兜里 准备这样送他去见空奴王 这对人马走了十几里路 李广躺在网兜里醒了 他一看 他知道自己已经落在空奴人的手上了 于是他就披上双眼就吓死了 那些空奴兵见走了这么远 躺了这么久了 李广还是没醒又没动 我就以为他肯定是死直了 于是那些空奴兵都放松了警惕 吓 怎么知道就在那个时候 网兜里面的李广 半瞎着眼 装见旁边有个空奴兵 骑的是一匹好马 他就看准机会 突然飞身一跳 跳到那个空奴兵匹马背上 接着他一掌 把这个敌兵推下马 顺手抢了他的共同箭 快马甲鞭地逃跑了 那些空奴兵一发觉 自隔在后面起势地追了 李广不方不望在马背上 颠攻踏箭 宁转身 一箭 一箭地射过去 一个 两个 三个 敌人一个接一个地 纷纷跌了下马 谁都追不上他了 就是这样 李广靠他的战术和机制 从空奴兵手上 就掉了 他很快又跟失散的汉军 回合了 那些空奴人 看着龙中的鸟 网中的鱼 都会突然飞走 真是 不到他们不服 大家都叹气 你说 真是难勤李将军